这些年来,国内许多高校的学历突飞猛进,在世界高校排名中,也能占有一席之地。 不过,虽然在国内有些顶尖高校的排名,几乎是不可撼动的,也是许多人羡慕中考大学,但仅其公布的一份世界大学排名中,却爆出了最大的冷门,让不少人到乎不敢相信,2018年国内大学排名,爆最大冷门。 清华进第三,第一进是他,大学的综合实力,虽然可以有很多评判标准,但学术论文无疑是最直接的参考依据,这次大学排名就是根据论文总数以及被引用的篇数。 正因为如此,国内大学排名爆出了最大的冷门,结果让人很意外,清华和北大一直都是稳居国内第一和第二,但让人意外的是, 这两个大学在论文方面被国内两所大学反抄,清华仅第三,被大则仅随其后认列第四。 此前,浙江大学已知是国内的第三高校,不过在此次排名中竟然成为第一,而且论文总数比清华高出了将近四千篇,比第二名的上海交大也高出了四百篇左右。 不过,也有不少网友发现,清华虽然此次被反抄,但是在论文,用数量和质量上,仍然是国内第一,被大可以排在第三。